好 我們還有兩個部分 再來聊一聊 一個是無基的部分 無基一直配位化合物 這個是化學裡面常常見到的 是一個brange 一個次領域 無基化學 那常常牽涉到一些配位化合物 它是化學當中很重要的一類 那但是我之前也跟大家提過 其實這個分類或是這個界線 其實是只是我們大略的定出來而已的 並不是說無基的跟有基就沒有關係 欸 薛同學 好 舉個例子來講 譬如說無基通常牽涉到什麼 我們怎麼去定義無基化合物啊? 不含碳 我們之前講過那個含碳的這些 碳氫氧氮氮氮流的 這個是屬於有基化合物 那 之類 之外的話 那我們把它歸類在無基的部分 那但是呢 很多的化合物 都是屬於有基 無基的複合物 舉個例子來講 為什麼這邊放這一張 你知道嗎? 蛤? 有基跟無基的完美結合 沒有化領域啊 它本來就是這樣 是我們自己要去把它分成有基無基 這是紅雪球 那我們紅雪球是誰在抓羊 鐵啊 是鐵 鐵啊 那如果依照我們的分類的話 它變成是無基物 但是這個鐵它之所以能夠在適當的時候去 去絕取羊或者是釋放羊的話 有賴於這個 protein 蛋白質 它的構型上面的變化 合作無間 那這個鐵 你上次跟大家講 每一個雪紅蛋白上面有四個單體 那各四個單體上面有 每一個有一個雪基值 那這個雪基值上的指揮中心就是這個鐵 那鐵的話呢 我們鐵就談到它的配位 配位數 然後這個鐵是配位數6的 那它1234 它分別箱在這個Poffy ring 紫質上面有四個Pyro ring這樣子 你看藍色的這個 那是它接蛋 然後上下 還有各兩個配位數 其中一個接蛋白質 另外一個是負責抓癢跟釋癢 這六個 六個配位數 然後形成這樣子一個 一個結構 那它其中一個去連接蛋白質的話 它就跟這個蛋白質 它的蛋白質的結構就會去牽涉 就會去影響到鐵 它的 它在這個雪基值當中 它的那個平面還是平面外 利用結構去讓它清涼性比較強 或者是去使它能夠釋放氧氣 好 那所以我們看一下 無機這邊有哪一些要點 來複習一下 第一個是配位化合物的概念 還有一些重要的terms 然後命名結構 那無機化物這邊也常在談那個異構物 然後這邊有一個重點是結晶場理論 好 晶場的理論 Crystal View Theory 好 然後顏色 無機化合物通常顏色很多 那這個顏色是怎麼來的 來 隱約記得嘛 跟能接 跟它的 它的那個 對 它的能接之間的藥籤 還有它會吸取 然後一個波段的能量有關 好 那無機這邊探討的很多是這個 過渡金屬 過渡金屬有什麼特色 滴詭域 它有空的滴詭域 或者是它有辯子填在滴詭域上面 好 然後 各個金屬 過渡金屬有各式各樣的顏色 那跟它的電子填在滴詭域這邊 有一些密切的關係 好 那其實這些過渡金屬 在我們的人體中 往往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太多當然不好 但是有蠻多金屬是我們體內必須的元素 譬如說像繁 banadine 它可能在那個protein裡面 往往這些過渡金屬 它會跟protein在我們體內 生物體內的時候 它是跟蛋白質一起作用 協同作用的 然後它可能扮演著一個活性胃炎的角色 進行氧化還原 redox 就這樣 氧化還原 然後像banadine的話 它是脂類的 的那個metabolism 是什麼代謝的 Chromium Glucose 蛋白 那個葡萄糖的使用 Meganes 跟那個細胞的呼吸 Respiration 是呼吸 這些也有關係 然後鐵 Cobo Cobo 是什麼 Gluc 酮 酮 酮 Zinc Cin 好 這些其實在我們的生物體內 都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有一些金屬 金屬太多當然不好 可能會那個流基金屬中毒 那個過渡金屬中毒 中金屬的中毒 但是適量的話是好的 凡是都是化學平衡 所以過於不擠都不好 都會 都有可能破壞 要剛剛好 調在它一個適當的範圍之內 像Cobo的話是B12 維他命B12 裡面是主要是Cobo 它們的配位數 跟什麼有關係 配位數跟什麼有關係 好 那過渡金屬有一個特色 一個是它可以 它通常往往有控的低鮭魚 那再來還有一個特色 往往它具有不只一種氧化物 氧化素 不只一種氧化素 More than one occipation state is only found 那麼它們通常可以形成這種錯離子 錯離子 什麼叫錯離子 不是錯誤的錯 錯中複雜 所以叫錯離子 不是它錯 如果我們對是那個錯中複雜 Aspecies Where the transition metal 通常是在當作中心的 中心的金屬 那它旁邊會 Surround by 一些配基 Ligan 配基 配基以前有學過 馬上換話說 配基Ligan 好 那麼這一些 配有配基 有中心原子 這個我們把它通常叫做配位化合物 那它往往是具有顏色的 而且不同的化合物上面有各式各樣不同的顏色 所以這些寶石啦 藍寶 紅寶 綠寶 這些寶 寶石 都是有顏色 這些顏色 多彩多彩是很漂亮的 那很多都是 paramagnetic 順時性 那這個 它最後要產生什麼顏色 這樣 或者是它的磁性是順時逆時 跟什麼有關係 所以這邊有沒有很熟悉的感覺 有 所以這個會牽涉到它電子主態 它的鬼域牽涉到的是什麼 然後它電子怎麼填 導致它最後有多少的未成對電子 來決定它的磁性 順時逆時 那這邊之前討論過了 就原子的半徑大小 還有電幅度 然後 流氓呢 要把第一個電子拿掉 所以我們需要的能量 它的趨勢 這邊我們就不再講太多了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列出來 這些過度金屬 它們通常常見的氧化素 氧化鈦 康鈦 凡若蒙 給孤孽童心 這個M-4的 3D 4D 你看一下它這邊 氧化素有了 23467 234567 這個 很多 多元 多彩多姿 那這些不同的氧化鈦 通常會 具有不同的性 不同的性質 這個也很直觀 可以理解 看這個是夢 夢 它可以出現的氧化鈦 剛剛看了嗎 23467 都可以 譬如舉例 那這個跟它的configuration有關係 還有這個不同的configuration的話 當然就會 也會影響到它的酸解度 那這個燈 它這個 衹的 蠻也是 是 猛 豬帆不請被詹 太多了 那不可能講完 只是這邊一個大原則 就是這些故度清楚 往往具有很多不同的氧化碳 那它可以以各不同的力根 形成各式各樣的配位化合物 那這些配位化合物 它往往具有不同的顏色 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什麼 Cobo 左邊是Cobo 然後右邊是那個波 那它們都跟力根 同一種力根 但是它的結構不一樣 往往是由於什麼導致 它的中心原子不一樣 那所以它的配位數都不一樣 像這個Cobo的話是六個配位數 六個 所以它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 那這一些配位化合物它 在水中的話 它還是remain是配位化合物的形式 它不會說到了水中之後就溶掉了 比如說這個氨 它不會說跑到水中就變氨水了 它是maintain這樣子一個完整的配位化合物的結構的 是有建基 complex iron remains intact intact是什麼意思 緊密完整的 intact upon dissolution of water 就是到了水中之後 我們一般如果是氨的話 氨到水中會變什麼 氨水 這個不會喔 不然的話你這個東西一種下去 突然就有氨水不可能 它是remain intact 然後右邊這個粒子是柏 因為我就沒有帶雷射筆 你看那個滑鼠的油表味道 所以這個是柏 四個 它接了四個來 這是配位數四的 好 那如果這個配位化合物它有可能是帶電的離子 帶電的 然後帶正電或帶膚電 所以那往往會有一個讓它維持電中性的counter iron counter iron 譬如說這邊的話 為什麼要這樣子寫? 為什麼這邊會刮起來? 這邊不是綠嗎? 你為什麼不寫綠三? 這一個框起來的這一個 表示它是一個錯合物 那它配位數是多少? 那是配位數六的一個錯合物 那其中綠是它的其中一個配基 然後有五個配基是氨 那另外呢 因為你看這樣子的話 它的價數會是多少? 會是正二對不對? 會看嗎? 這邊供應應該是多少氧化數? 氨有沒有帶電? 沒有,所以這個正三的負一 所以這一個錯離子是正二 那我們要去描述的話 它在要維持一個電中性 所以我們用兩個濾離子去balance 所以這邊這兩個 這個括號外的Cl2 它是counter iron去balance 維持這個的化合物的電中性的 錯離子的電中性 以前有沒有學過鴨肌? 有 有齁 單鴨肌、雙鴨肌 彥珍你頭搖得很用力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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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看一下 Ligand neutral molecule or ion having a long electron pair that can be used to form a bond to a metal ion 這個是鴨肌 它具有跟中心的離子 金屬離子 間解 形成一個間解 參與它的這個配位的這個能力 好,這個叫Ligand 那Ligand的話可以有 Monodentate Ligand 它就是跟金屬離子形成一個棒 好,這種叫蛋鴨肌 或者是Bidentate Ligand Bidentate Ligand 那就是by 雙鴨肌 好,那它是會有兩個件 to bounce to a metal iron 那也有多鴨肌 Polydentate Ligand Dentate是什麼? 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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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牙醫是什麼? Dentis 然後那個牙的形容詞 Dental Dental 好,它是這個Dentate 牙 Polydentate多牙 那就是超過兩個件以上的 好,那個叫多牙肌 來看一下 譬如說例子 常見的丹牙肌 譬如說水它也可以當作 它也是一種常見的配肌 尤其是它形成水核的錯核物的時候 那這個水核錯核物 哪裡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是配肌的水跟不是配肌的水 差在哪裡? 如果一個畫 這邊沒有例子 這邊沒有例子 如果一個水它是當作配肌的話 那它跟某一個金屬 中心金屬離子是有形成間接的 有間接的 所以你把它融到水裡面之後 那個水它不是自由的 它不是像其他的燒粉的水這樣 可以自由的來去的 它是bund在這個金屬離子上面 一個穩定的結構 一個錯核物的結構 好,那這邊常見的一些丹牙肌水 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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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thylene diamine Ethylene diamine 或者是这个Oxylate Oxylate的Ion是什么 C2O4 二负是什么 草酸根 这个是草酸根 它是一个双芽机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是本来骨架是 那个二锡 乙锡 然后它每 这边接了这个两个 Amine NH2 Diamine 两个嘛 Diamine F-min-diamine E-n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Polydentate Triphosphate 它就是三零 三个氧酸一样连成 然后EVTA也是常见的一种多亚机 如果像这个氨 它本身的名字叫Ammonia 但是如果它是在那个 它是一个Ligon的时候 它的名字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它就变成Ammine 然后Carbonyl 这是本来是B-an-化碳 B-an-化碳是Carbon Monoxide 但是当它是一个配析的时候 它变成叫做Carbonyl Cn 这个可能要背一下 Nitrocele N-O Nitrocele O-H Hydroxyl Fluoro N-O 这个是在我们体内 很重要的一种KG N-O 一氧化氮 它在我们体内扮演什么角色 有一些很重要的 血管扩张机 血管扩张机 它跟血红蛋白的合作 也非常的密切 我们的血红蛋白 就像有智慧一样 它知道什么时候要抓N-O 什么时候要把N-O 先放到一旁 或是把N-O释放 让血管扩张 确保它那个 那个血液能够 流量能够去补给 到我们组织的需求 就是N-O N-O Tufu 这些都常见 Chloride 那这些不同的配位数 跟什么有关 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讲 鬼域有一个VSEPR 理论 那那边决定的配位数 M加N的理论 记得好 记得好 很好 那那个配位数跟什么有关 鬼域 它是哪一种鬼域 哪一种混层鬼域 那比如说它如果是 hybridization是SP的 表示它是一个S加一个P 形成两个SP 所以它的配位数是什么 2 那这种SP2的是配位数3的 这个4的 SP3表示一个S加三个P的 然后这个5 这个6 OK 形成的orbital 那为什么这个SP的配位数就是2 跟它中心金属的鬼 用哪一种混层 形成哪一种混层鬼域有关 那你看看它形成 如果是像这样的话 它可以有几个接可以接出去的地方 2个 对不对 这边就可以接一个 这边也可以接一个 像这个3个 4个 5个 6个 就是它有这样子6边 像这个6个 配数6个 它有6个方向是可以接配极的 所以配极不能随便接嘛 你不能说它这边没有鬼域的地方 你要硬要放一个配极在这边 它根本这边没有电子影区 让你形成间接 对吧 所以这个 它配位数多少来取决于你是哪一种金属 金属种类 中心金属的种类 那这个中心金属 它形成 它用哪一种混层鬼域 它是形成哪一种混层鬼域 决定了它的配位数 决定了它 当它形成配位化合物的时候 它可以接几个一个 OK 然后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也有讲这个它用哪一种混层鬼域也决定了它的集合形状 它的molecular geometry 它是线形的呢还是平面三角还是四面体或者是这种 Triangle by Pyramidal 或者是Apahedron的方面体或者是这种双三角椎 这是一个例子 这个是Cobo Cobo 它这个配位数多少 6 6 所以它可能是用哪一种混层鬼域 SP3D多少 D2 SP3D2 那它的配位数6 所以它是属于像这样子这种Barmel Aptaki9的shape 那所以它每一个SP3D2的规律总共有6个 它就可以有 这边就会有电子密度去跟配极形成一个间接 所以这边只是一些例子 不可能全部列出来 就是列像这个是Linear的 比如说这个 这些 这些 example的一些例子 然后Square Planner的 正方体的Tetrahedral Aptahedral 这个都 原理都是我们刚刚说的 跟它来自它中心金属 是用哪一种混层鬼域 去形成 去跟其他类根形成配位化合物有关 好 那这个是配位化合物 它的bunding 比如说 这个是metall 金属 金属它的 它有这个空轨率 好 要形成间接的先觉条件是什么 它必须要有空轨率 去接受来自Ligen的电子 好 像这边 这个是Ligen Ligen的 Ligen上面这边有电子 那么这边有电子 它可以多电子 这边有空轨率 然后就可以形成Metall 跟Ligen的方定 形成一个这种配位的通价界 所以这个Metall 跟Ligen的间接的话 它的配位供价界形成 它的电子是来自哪里 Ligen 你能发现跟我们之前讲的两边各供线 一个电子的情况不一样 它这边的话是Ligen供线 完全是它供线过来的 它形成了配位供价界 那Metall它是负责提供空轨率 好 那你这边的话你可以把它视作是 录以氏酸碱的反应 录以氏酸跟录以氏碱的定义是什么 录以氏酸是接受电子还是得到电子 酸是得到接受电子的 然后碱是负责donate 提供电子的 所以Metall跟Ligen的这种反应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视作是 录以氏酸碱的反应 谁是录以氏酸 谁是录以氏酸 谁是酸 Metall还是Ligen 得到电子的是谁 Metall 所以Metall是录以氏酸 Ligen 它是负责供应电子 所以它是录以氏酸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 metal ion and a ligand can be viewed as a Lewis acid-base reaction with the ligand donating a long pair of electrons to an empty orbital of the metal ion to form a coordinate covalent bond 完全是这个long pair 是哪里来的 Ligen donate出来的 donate到这个空軌域 金属离子的空軌域上面 形成的配位工匠界 这是一个例子 重复刚刚前面讲的事情 A coordinate covalent bond is a pair of electrons from a donor 现在donor就是 ligand上面的电子 share with an acceptor accepter是金属离子 它负责接收电子 所以它是accepter 可以这样子来看 这样来表示 这个an energy 3 它上面的电子 donate到这个bm3 然后你从鬼域的这个画法来看的话 这边就是一个有long pair 这边有empty orbital 所以就会一拍即合 一个负责给一个负责件 这边有配位化合物的命名 命名 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规则 举这个例子 Candion is named before the anion 所以chloride goes last 量离子先命名 before the anion 再来 第二个规则 Ligand are named before the anion 配基在metall anion前面 然后呢 frenatively charged ligand 如果现在这个配基是带负电的 那它会有一个o is added to the root 字根 to the root name of anion 像这个fluoro,bromo,chloro 它如果是带负电 会有一个o加进来 再来字首呢 如果你要看它有几个 它的数目 那往往字首上面会是mono 代代就是2,tri,3 这个会去标出来它的数目 像这边有一个是多少? 5的 那你在命名的时候的话 就要把它标出来 penta 好,那所以这一个配位的话 和我们要怎么命名? 还有一几个规则 第五,the oxidation state of the central central metal ion 通常的话是用这样子标罗马数字 来标cobo cobo 然后when more than one type of ligand is present 像这边的话 cobo它结了几种 ligand 两种嘛 它有这个 有这个氨的 也有绿的 那当两种以上present的时候 they are named alphabetically 就是根据它的ABCDE 那个字母的顺序来排 所以它这边的话有五个 前面就有penta,amine,chloro 那你要看它这两种一个 一个A 一个是A嘛 一个是poto 所以A在前面 C在后面 好,第七个规则 If the complex ion has a negative charge the suffix ATE is added to the name of the metal 就字尾 字尾要加ATE 好,所以经过上面的规则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错 错合物 它的正确名称是什么 对吗 你可能 比如说选择的题 你要会选哪一个是正确的 可能不会让你们去写啦 好像好像有一定长热 那所以 但是你规则要知道 规则要会 那给你 给你比如说名字列出来 你要能够去判断哪一个是对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规则 导致它最后正确的名字 应该怎么写 penta,amine,chloro,cobalt,3,chloride 阳离子先,阴离子后 阳离子先,阴离子后 所以这边这个 前面这个是阳离子 后面这个是contra,amine,chloride 那前面这边呢 配基写在前嘛 配基在前 中心离子在后 所以呢 配基是amine,chloro 有两种 所以A字首是A的 第一个字母是A的要先写 C的话,chloro后写 再来 因为有五个ligan 所以 前面要denote一下 它是penta 所以变成penta,amine,chloro 然后金属粒子再写 covo 那我们用罗马数字 来标示它的氧化态 所以它是3 正三的 这样子 这个命名的体系跟有机 有机化合物那边命名的又不一样了 好,来多看几个地址就熟了 这边呢 这一个 量离子先,阴离子后 所以这边potassium 然后后面的这一个 Gaicent 甲,甲鲜血 那后面这一个是错离子 那我们再来看一次 错离子现在它有几种ligan 两种 两种有这种amine的 有chloro的 那怎么排序 你要A先,amine先chloro后 再来它的数目要denote 在这一个配机之前 所以 来看,diamine 量的嘛 diamine 加在ami前 然后呢 chloro有四个 所以前面要加一个tetra 然后中心原子再写 中心的离子 cobotate 字为是ate 如果它是因离子的时候 那记得吗? 规则 规则上面 如果这一个错离子 它是因离子的时候 那你最后字文要有加一个ate 所以变成cobotate 那它的氧化数是正2 正2 所以这个变成 Botacium-diamine-tetranchloro-cobotate 2 好长喔 所以还是写 这个formula比较方便 对不对 只是规则我们参考一下 它其实是有一个正式的名称的 好 再来这一个呢 再来一次 一样是这两种 所以tetraamide-dichloro-cobotate 数字在它的一个前面 Dichloro-cobot-cobot-coli 然后cobot这边deno一个3 好 所以你们看 你们这边一个ate 这边有一个不用加ate 为什么 这边是在 它因离子而比较 这边是氧离子 所以这边不用加ate 但是这这边的话 字尾要加ate 或者是给你名字 给你名称 你要把氏子写出来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的 氏子写出来 一个是判断 会不会它的名字 英文名字对不对 再来是给你英文名字 你要能够把它的标准名氏子写出来 像这一个的话 potassium hexasinochloro-chromate 什么写 potassium 然后hexasino 所以这个是氧离子这一段 对 K 然后再来hexasinochromate 所以中心原子是什么 Chrome Chrome 这个 CR 然后呢 配基 是这一种 Sino 所以只要是CN 有六个 那你就把这个 错离子的结构决定的时候 框起来 然后再来呢 平衡 你这边 你知道最前面的阳移子是K 你要放几个 取决于它这边的加速吗 ok 这样子写 好 这个是配位化合物 他们的命名法则 好 有没有需要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消化一下他的那个命名规则 我们这边在课本上的第哪一章啊 十九 十九章 好 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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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